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有您的性格 她是不会就此罢手的 我们好好地等待你一定还会有机会 是 杨玉琴这小子有什么好处 我要让她不葬身之地 哥哥 喝点汤吧 你好 杨玉琴 我总有一天 叫你好看 贝勒爷到 贝勒爷吉祥 他们说有资格对你无礼 没事吧 你没有受伤吧 伤倒是没有伤 可是那个杨玉琴 又是那个杨玉琴 不单是那个陈少奇骂我 杨玉琴还当着她的面 狠狠地骂了我一顿 谁有此理 这个刁蜜 你不是说我什么时候需要你 你都会来吗 我这不是来了吗 别单单说呀 这回我要你替我出一口气 好 我替你出这口气 那你还不快去呀 我这就去拜 你们小心伺候哥哥 知道了 这事包在我身上 你到底休息啊 杨玉琴啊 你记得不记得 本王曾经跟你说过 治国之道在于国泰民安啊 小的记得 当日王爷还说 要令国泰民安 就先要天下一家 没有满汉之分 不错 武学一道也是如此 如果要令武术之道发扬光大 必先要破除门户之间 王爷说得顺势 想天下武学本同出一人 又何以有门户之别 太起之分 如此徒令武学一道不能发扬光大 正所谓 不进则退 讲得好 讲得好 本王早就看出 你非持中之武 日后 必定能够成为一代宗师 本王呢 那倒是有一事相求啊 只要能力所及 杨毅前无有无从 日后如果你有机会 开馆受徒 要不分满汉 又叫无类 可以吗 这事又有何难呢 怕是怕 小人要父王爷厚望 杨护卫哪一代人急 又怎么会有父王爷所望呢 贝勒爷 王爷 请坐 请坐 我们呢 就谈到兴头上的 那我也来凑凑热闹吧 好啊 欢迎欢迎 杨护卫的确既遇不凡 想不久之前 还不过是个寻常百姓 而一跤飞上了追头 就变成了凤凰 成了荣王爷跟前的大红人 好 杨护卫虽然年轻 但是 他有真才实学啊 杨护卫 当日与荣王府七大高手决战 早已明冻精彻 只是 当日塔内情况 无人得知 不知道 当日杨护卫 以一敌妻凭的是什么 小的当日得胜一招半事 全凭众位前辈存心相让 哦 如此说来 杨护卫当日取胜 乃是侥幸 并无真才实学了 学海无涯 谁敢收盐以登彼岸 不过是取人之长 以补给之短 不断从中揣摩学习而已 杨护卫知尽善退 恐怕嘴上的功夫比拳脚还厉害十倍 难怪深得荣王爷的欢心 当日塔内之寨 我想 几乎没人知道 是怎么样个精彩的情形 不如 献下我们再来一场公开的比训 让大伙开开眼界 如何 听贝勒爷的意思 你要与杨护卫前 比试一场武艺啊 当然不是我 小王虽不如格格班旗下的高手如云 但是府内一两个不重要的下人还是有的 不知道杨护卫能否不吝赐教呢 哎呀切磋武艺 何必交手呢 纸上谈兵也是得以匪浅吧 王爷 即便王爷不怕有人说府中无人 我想杨护卫也怕有人说他白知俸禄 不为荣王府维护生育吧 小人记得贝勒爷如此厚爱 也只有全力以赴了 好 杨护卫果然快人快语 不知贝勒爷派府中哪位高手出马呢 哈哈哈哈 王爷 我早就说过 府中并无高手 只有一两个不重用的人 就是雷破天 王爷 杨护卫是小子 雷老师 你得听我好好地叫醒叫醒他 贝勒爷与此人有不共戴天之仇 哼 不知好歹的乡下小子 笋杆往上爬的小人 这种人最该打 贝勒爷 请放心吧 王爷 那雷破天的武功当真如此可怕 当真可怕呀 要说永宁那些所谓的七大高手 给他提鞋都不配 听说此人的武艺高强 不在端王爷之下 而且心狠手辣 当日他出进贝勒府的时候 全靠打进去的 与他敌对的不是死 就是残废 爹 你找我什么事啊 我问你啊 贝勒何以要向杨玉前挑战呢 贝勒要向杨玉前挑战呢 不是他 是他府里的雷破天 他昨天到我这里来啊 带雷破天向杨玉前叫阵 什么 我不会是叫他 你叫他什么 嗯 没有啊 你快从事招来 是不是你又在外面闯祸了 我去阻止他 启禀王爷 什么事 贝勒爷叫人带了战术来 说是要交给杨护卫 给我 我 杨玉前 雷破天师傅 不 你是董汉城老师 你见过我吗 当日在曹邦大会上 我还想拜你为师呢 我叫杨玉前 雅目前辈武功 欲拜前辈为师 你真是为拜师而来 没错 多谢自教 凭你的身形 外加权练到这种地步 实在难得 你倒是个可造之才 如果你改练内加权 成就就会更好 哦 我记起来了 想不到识别三日 要刮目相看了 当年一个卖花圈的小子 摇身一病 现在成了容王府的红人了 世事难料 为是秦妃所愿迫不得已 容华富贵谁不爱啊 何必装模作样了 此事说来话长 董老师不也改了名字 进了王府吗 你 我的事不要你管 也不要跟别人说 我看你年纪轻轻的 念在跟你过一面之交 你速速离开此地 否则我全脚无眼 白白浪费了你爹娘的一番鲜血 我为什么要走 王爷待我身后 我若一走了之 王爷求别人叫我 还说什么破语无奈 根本就是攀龙赋奉之辈 我董汉成 平生最痛恨的就是身为汉人 却甘心当满人的走狗 那你又为什么当德贝勒的打手 难道你不是汉人 这不关你的事 我当容王府的打手 这不要廉耻 你当德贝勒的打手 就是别有内情 强词夺理 莫不于 一招德士就胡言乱语 我娶你搞命 且慢 我现在不会跟你动手 东老师 你放心 我也不会揭穿你的身份 现在求饶 太迟了 我扬育前 且是临阵脱逃 参生怕死无归 跟你比武队伍来说 只是一个任务 两天后 我一定会准时应战 有本领 就把我的命拿去吧 天哪 这堆 那堆 呢 自恃适当 那还罢了 想不到那雷破天 只不过是王府的一个打手 竟然如此凶残 对啊 爹 怪不得你要避世隐居这么多年 原来外面的人个个都是不讲理的 阿浅 这次比武 你可有把握 你怎么这样啊 阿浅 六大高手不都被你打败了 少奇 你有所不知 在荣王爷口中 那六大高手简直替他提鞋都不配 他真的这么厉害啊 虽然他对我蛮横无礼 但我始终觉得他不是一个坏人 从我见到他到现在 他始终是一脸正气 这一次 他好像隐瞒什么秘密 所以我才会觉得有些奇怪 原来你以前就认识他了 对 我是在曹邦的祭典上 见为他拜祭义兄 教训那帮卑鄙无耻的帮助 哦 不过 那个时候他不叫雷破天 叫董汉成 董汉成 怎么 你们认识他 不是 不过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结拜的一个姐姐 叫赛玉凤吗 其实他就是董汉成的 红颜知己 这一次他到京城来 就是为了要找他的 原来你的姐姐就是他 当天我还见到他 跟董汉成 为了什么大事 要分手 原来他化名为雷破天 还藏在德贝勒府中 难怪玉凤姐姐 怎么都找不到他 要真是此人的话 那就难应付了 那天他在门口窥汰 被我喝破 我跟他过了几招 发现他的功力 不在我之下 对啊 对啊 我也跟他交过手 他轻易的就把我给推开了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 这个人真有点神神秘秘的 好像是在隐藏一些 什么重大的秘密 对了 阿琴 你试破了他的身份 他会不会杀你啊 爹 我要去找玉凤姐姐 阻止他们比武 这是荣王爷 与德贝勒之间的约定 又只是这么容易 就取消得了 看来 如今只有加紧备战了 对 那天我看他的武功 也是内加拳法 却是配合八卦方位 灵活转动的一种拳法 阿琴 你缺乏实战经验 我想找个安静的地方 跟你认真地研究一下 二叔 二叔 你先坐吧 坐 郑柔 是你啊 当然是我了 你们刚才拿我当贼了吧 你看你说的 这个地方可够难找的了 你怎么来了 是不是家乡发生什么事情 没事 一切平安 这就好 可是我看你们的紧张劲 这倒不平安了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对啊 二叔 阿琴又要跟人比武了 好事啊 阿琴 我恭喜你 这是你扬名立万的机会啊 参见哥哥 不用跪了 请问哥哥 是不是要去见贝勒 既然知道 还不让开 那请哥哥等一下 我马上去问您通报一下 我要见他 还需要通船吗 让开 给我站住 滚开 哥哥 滚开 都是你干的好事 为什么要取杨玉琴的性命啊 我没有这样说过 还说没有 那你干嘛叫雷破天跟他比武呢 那是你的意思啊 我又只不过去叫你的意思去办 我的意思 我只是叫你去教训教训他 又没叫你让雷破天去向他挑战 这有什么分别呢 当然有啊 教训教训他 只是胡乱揍他几拳而已 可是比武却是生死之战 那雷破天武功高强 他定会用尽全力 若是有什么闪失 杨玉琴定会没命的 你既然那么在乎杨玉琴的性命 要可不可以叫我去对付他 你叫雷破天退战 那不可能 江湖中人最重一诺千金 战书已经下了 那养玉琴已经接了 怎么还能退战呢 那你叫雷破天 故意打败啊 那可不可能 那不等于叫我逼他走吗 你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好 你不答应 我自己想办法 永宁 大哥 我说的 就是这块地方 好 郑州 你还真找了个好地方 我坐 很好 走 里边瞧瞧 要战胜别人 先要战胜自己的心魔 你现在感觉如何 心如明镜 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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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即刻去问清楚 德贝勒府里好危险 你再小心点 我会小心的 那个董汉城的功夫也是内加拳法 他的特点是按照八卦方位迅速移动身 然后找寻对手的弱点 刺激向对手攻击 对手的弱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杨与前呢 回可可 杨护卫今天不在 我当然知道他不在 不然我还问你啊 他到哪去了 杨护卫今天都不会回来了 听说是要找个亲近的地方潜心修炼 应付明天的比武 这么紧张的关头 死到哪去了 要找一个亲近的地方还不容易啊 我叫府里今天所有的人都不准讲话不就得了 是 是 是 到底到哪去了 我知道了 喂 干什么 你告诉我 杨玉前到底住哪 杨玉前 男的还是女的 当然是男的 男的 过来 都过来看看啊 这个花姑娘找兵都找到这儿来了 打人哪 快看哪 花姑娘要谋杀亲夫了 我问你 杨玉前到底在哪 你问我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谁知道啊 他是你的侍卫 又不是我的侍卫 又不是我的侍卫 而且我又不是负责盯着他的 你问我 这就奇怪了 你以为我是他的什么人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不然你告诉我吧 我是他的什么人呢 你 哎 你指着我的鼻子干什么 杨玉前又没有在我的鼻子上 对啊 你啊 你啊 是他的贱女人 哎 说得好 说得好 我是贱女人 那你来找我这个贱女人的男人 你岂不是比我这贱女人更贱了吗 啊 哎 街坊们 你们不要再笑咯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更贱的女人她是谁吗 她呀 就是那个专门欺负像我们这样的窮苦人家的永明格格 要是我们再笑啊 她不只会打我们呢 她还有可能把这个贫民窟给铲平 而且啊 还要赶我们出京城呢 我们才不怕的 快走吧你 陈尚琪 你好啊 我好 我当然好了 不劳你问候我了 走吧 走了 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再见了 走了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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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死则重伤 好 你们两个快去把陈少奇给我抓过来 不许再失败 是 只要陈少奇在我的手上 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折磨杨玉钱 如果他打败了 荣卿王可就失去了左右手了 若是他得胜了呢 那五二个德贝勒可就没有保镖了 我们就可以转而对付那个德贝勒 如果两败聚伤呢 那就更好了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同时对付荣卿王和德贝勒 你们叫什么 还不快点去行动 是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难为善缘结异点 红蓝飞心入命中 站住 什么 来教训你的人 来教训你的人 站住 你们什么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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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还站在这儿呢 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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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上哪儿去了 究竟是什么人 这少奇到哪儿去了 该不会被抓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傅 怎么这么早起 早里起来 收拽一下手脚 怎么样 现在可有信心了吗 我现在也不再困扰于信心这两个字 我只知道 全力以赴 勇往直前 好 我终究没有白收你这个徒弟 好了 离伍的时间快到了 你回屋里好好准备一下 我在这里能力 是 师傅 大哥 大哥 郑州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昨天晚上 有一股蒙灭人 把兽器给挪走了 是什么人把他抓走的 你先看这个 这么重 竟然是金呢 可是谁会用这么敏味的暗器呢 我也一直在想 会不会是王府呢 会是哪个王府呢 会不会是端王爷 怕我离开京城 派人把少奇给扣起来了 有道理啊 会不会是德贝勒呢 为什么 我看 他们还是为了对付阿钱 抓了少奇 拿钱 能用心比武吗 对手那么厉害 如果要是打败了 不是死就是重伤了 这可就麻烦了 可是我们又没有什么证据啊 少奇现在会怎么样呢 我想他们拿少奇 应该是做人质 不会有什么性命之忧 郑州 这事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 让阿钱知道 以免影响他的比武 在比武之后 再从长进 我知道 我知道 阿叔 这么早 你不是习惯还请吗 二叔今儿个 起早一点 是来给你助阵来的 少奇呢 少奇 他说怕惹你分神 今儿个就不来了 不过他在家里边等你 说要为你弄几个小菜 庆祝你 是凯全而归 我这个女儿 把全部的心思 全用在他身上了 是啊 哪还有我这个爹 好了好了 时候不早了 赶快上路吧 省得别人说 我们不守信用 好 我们快走吧 我们快走吧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玉玄到 杨玉王爷 对不起 老板各位久等 听闻杨护卫是荣亲王有的第一号朋友 等我们等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能来就好 我只是怕他跑了 今天的比武就在这个刀阵中进行 竞技切磋点到为止 谁要是先中招可就算他输了 你们明白了吗 荣王爷 这算什么比武啊 请问王爷 虽说是比武竞技点到为止 然而拳脚无眼 同了求胜心切一时出手不慎杀的队伍 那可是需要加以追究啊 这 这个 荣亲王 大家都是练武之人 应该知道拳脚无眼的道理 若是存着追究之心 还谈什么比武啊 还不如回家躲到娘肚子里去算了 王爷说的有道理 王爷 若能点到为止 固然最好 如果不慎被对手所伤 也只能怪自己学艺不精 与他人无由 这一点 相信各位无庸置疑了吧 好 杨护卫果然快人快语 难怪甚至荣王爷的欢心 王爷 可以开始了吧 好 启禀王爷 启禀王爷 什么事啊 回王爷 外面来了一个男的 交下一个盒子 说是性命攸关的事 要给杨护卫过目 什么人送来的 不知道 那人一放下盒子 他就走了 这好像是阿琪的鞋了 怎么在这里 这 这不是阿琪的 二叔 这究竟怎么回事 你们追到 是不是 这 上岐呢 严云贤 你到底是比还是不比 别老是婆婆妈妈 拖拖拉拉的 你要是害怕 就干脆夹着一发滚梦 阿琪 你先去应战 我慢慢的 再跟你解释 没事 没事 阿琪 别武要紧 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去吧 两位 开始吧 请 请 请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杨亦贤, 你看中! 杨亦贤, 你看中! 杨亦贤, 你看中! 杨亦贤, 你人在这儿, 心血不在这儿, 这样未免太不尊重你的对手了吧! 你若再如此, 就休要怪我手下无情! 杨亦贤, 你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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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害一岁 永远不了 随时的温柔一笑 热的百花成桑 像红半月的深调 红红尘的青海啊 随时的青春伤 新的山脚发月亮 春不秋霜时针 黄金针 白群雷扬 愿你 愿你 真愿你 笑话 愿情愁一起亮 愿你 愿你 想念你 同时天涯像之路有 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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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个虔赞就是梦子状 爱你爱我爱你 伤害你随情远不了 伤害你随情远不了